5月28號 中共人大通過了港版國安法草案 草案通過的前一天 歐洲政界批評 港版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 美國國務卿也向國會證實 香港不再具備高度自治 不再獲美國的特別待遇 1992年 美國國會通過法案 給予香港特別待遇 包括免除簽證 美元與港幣 在聯繫匯率框架下固定匯率 各項企業保護法 優惠稅制 司法保護等 隨後 許多其他國家也給予了香港類似的優惠待遇 1997年 香港主權移交後 一國兩制保證了香港繼續享有許多中國內地沒有的自由 尤其是自由經濟 獨立的司法體系 言論自由 以及半民選的議會機制 因而香港繼續享有特別關稅區待遇 這不僅使香港能夠繼續保持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成為繼倫敦 紐約之後的第四大國際金融市場 同時 香港在國際貿易中的優勢 也對中國的經濟起飛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橋樑作用 國安法草案一通過 由於擔心港元貶值 甚至港元與美元脫鉤 港人紛紛排隊換美元 有的找換電不到一小時 就兌換出百萬美元 摩根大通的研究報告預測 部分現居香港的外國人將會離開 估計同時會把4785億港元調離香港 將使外匯儲備減少14% 北京學者張傑表示 香港是中國人民幣離岸結算中心 一旦香港失去金融中心地位 對於中國的經濟來說 可能是致命性的打擊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張劍對美國之音表示 中方完全清楚通過港版國安法會付出代價 但中共當局願意為政權安全而付出經濟代價 原北京學者吳祚來認為 北京不惜破壞中英聯合聲明 除了向全世界宣誓它就是一個野蠻政權外 還有其他原因 他們也是不堪忍受 自己的政權更重要 鐵腕強橫或獎禮達到了一個極致 而且在國內恢復文革 還要恢復文革嘛 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風邦鎖國嘛 特別香港那個地方給封起來 不過 吳祚來認為 中共根本沒有必要這麼做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認為 中共之所以對香港採取如此極端而愚蠢的舉動 是出於對滅亡的恐懼 外界普遍認為 所謂的港版國安法 是針對那些不屈服於中共嚴危的香港人 草案通過後 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也成為港人的救生船 據香港開放雜誌總編金鐘瞭解 目前有大批港人在辦理移民手續 大量資產也會伴隨移民流出香港